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假如有这样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人乘坐一艘接近光束的宇宙飞船 进行一场星际旅行,而另一人则留在了地球上 当旅行者回到地球后,发现自己的兄弟已经老了许多 这便是著名的双生子杨谬 那么这对双胞胎到底谁更年轻呢? 首先我们的宇宙,是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组成的四维时空 我们可以在空间中往任意方向移动,不会受到任何束缚 但在时间中,所有物体都遵循从过去走向未来的直线 并迫使其永远无法回头 并且根据相对论,物体在四维时空中的运动速度 等于它在空间与时间中运动速度的矢量和 也就是说当物体移动的速度越快,其时间的流逝就会越慢 当飞船起飞后,它与地球共同朝着未来前景 但由于飞船逐渐接近光束 使其时空的轨迹逐渐与地球轨迹偏离 地球与飞船的时间轴将不再一致 如果此时我们返回地球 就会发现,飞船上的时钟要比地球上的时钟慢了许多 并且大质量物体周围也能扭曲时空 从而导致其周围的时间变慢 假设当飞船,靠近一个拥有极强引力的黑洞时 由于在世界,世界附近的逃逸速度接近光束 以至于飞船的相对时间变慢 所以从这里发出的光,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逃离黑洞 但对于遥远的观察者而言 它所接收到的光线将会越来越慢 其看到的飞船甚至处于静置状态 当飞船离开黑洞的引力场时 对于地球而言,则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所以在它回到地球时,就仿佛穿越到了未来 这也是为什么在星际穿越中 仅仅执行两年太空任务的库珀 会比自己的女儿更加年轻的原因 并且即便我们能够超越光束 也无法实现回到过去 与从前的自己互动 因为这仅仅只是在追赶地球 很久以前发出的光 而你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地球倒流过去的影像 你甚至可以看到秦始皇登基的场景 但却无法做出任何改变 因为你一旦停止光束运动 你所看到的影像就会再次进入正常流逝的状态 如果你再以超光束返回地球 你所看到的影像就会加速流逝 在考虑到宇宙时间膨胀效应的因素下 当你再次回到地球 可能那时的地球已经过了数百年 这也是为什么说在时间中连续的光追 使我们只能从过去走向未来 并迫使其无法回头的原因 因为它虽能实现理论上的穿越未来 但却永远都无法让你实现回到过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